配合开斋节 政府将提早发放第二阶段 磁敏援助金 那就是后天开始发放 870万名受惠者可以查看银行账户 没有账户的人可以到国家储蓄银行 领取现金 财政部表示 这个阶段的援助金涉及12亿6千万令吉 受惠者分为三个类别 家庭方面可以获得200令吉 单身以及没有伴侣的退休人士 可获得100令吉 至于第三和第四阶段的援助金 会在今年7月和11月发放